面帶微笑對媒體揮手打招呼 國民黨總統副總統參選人朱立倫 以及王如玄 二十五號上午前往中選會登記參選 不過外頭不見支持者力挺 而是國道收費員等抗議團體集結 剛喊要求檢王如玄 面對王如玄從參選第一天以來 爭議聲浪不斷 朱立倫呼籲綠營不要再進行負面選舉 雙方應該透過政策辯論 討論經濟兩岸等議題 國道收費員 要見王如玄 會請王主委在專訪或者是各個方式 把它說明清楚 民進黨或者是綠營用這樣的方式 來透過這些團體用各種的方式 叫做負面選舉的方式 想盡一件辦法來干擾選舉 這對台灣民主真的是個傷害 兩人同樣身穿藍色襯衫 低頭填寫登記的表格 被問到登記是否有特別挑日子 朱立倫說自己是在逆境中奮鬥 不用特別挑好日子 我們在逆境中奮鬥 用平常心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其實我們就想說就今天上午有空 我們就今天上午來登記 另外針對民進黨質疑兩岸服貿協議 不透明的爭議 朱立倫回批服貿監督條例 一直阻擋的是民進黨才會拖延這麼久 應該要放下政治爭議回歸正面選舉 記者喜故打給台北市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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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